商务部7月28日报告称 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折合成年率萎缩0.9% 连续两个季度下挫 这是强烈的衰退信号 在通胀飙升 利率上升和供应链压力加剧的压力下 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化纪律出值 录得负0.9% 实际上一个季度录得负1.6%之后 连续两个月收缩 作为经济最大组成部分的个人消费支出 本季度以1%的速度增长 较前一时期有所放缓 此前彭博社经济学家预估 本季度GDP年化纪律为0.4% 消费支出增长1.2% 在该报告降低联储会进一步大幅加息的可能性之后 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暴跌 而美国股指期货继续走低 美元回吐涨幅 报告显示 企业和政府支出 以及住宅投资都有所下降 库存也拖累了GDP 剔除贸易和库存因素后 衡量潜在需求的关键指标 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国内最终销售 第二季度下挫了0.3% 而上一季度增长了2% 最新报告表明 通胀削弱了美国人的购买力 联储会收减货币政策 削弱了房地产等对利率敏感的行业 这种疲软可能会加剧有关美国是否或何时进入衰退的辩论 一个国家进入技术性经济衰退的标准是连续两个季度GDP为负值 但只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才有权利正式做出这样的官方界定 该机构对这段时间的经济情况做出判断 料将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在对衰退的担忧加剧之际 沃尔玛和Target等零售商纷纷下调了利润预期 多家科技公司最近几周宣布了裁员计划 苹果和微软等其他公司也正在奉缓招聘步伐 就业市场目前仅显示出有限的降温迹象 若就业市场整体疲弱将消除对经济的一个关键支持来源 并有助于决定今年晚些时候的货币政策走向 27日联储会主席鲍威尔在再次加息75个基点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认为有必要让经济增长放缓 我们实际上认为我们需要一段增长低于潜力的时期 才能创造一些疲软以便供应方能够赶上 我们还认为劳动力市场状况十有八九会出现一些疲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